加一個重量,就是你在騎車的時候 當真的有狗,常常發現這個巷口或這個路段有狗對你的攻擊 那你自己就稍微提防一下 第一,你不要逃跑 把機車停下來,第一個弄,就是不要逃,不要逃 第二個弄就是丟過去,弄 很大聲的去告訴狗這個行為,我不喜歡你 那這時候狗會怎麼樣 狗會退,原本離你兩公尺的,會退到五公尺,會退到十公尺 第三個弄是什麼,第三個弄你不能這樣子趕快跑 這時候狗會再追上來,那你要怎麼做 你要慢慢的面對牠,眼睛盯著牠 那這樣子就能避免狗下次再會追你 就能減少這樣子的意外 當真的狗追上來,你有帶一把傘在包包裡,在車上 你就拿起來,只要對著狗 這樣子的行為,突然放大 對狗來講是一個東西很大對牠來講是攻擊 狗就會退掉了 你有帶包包 你有背包包 你有帶衣服 這時候都是怎麼樣 利用衣服,利用包包去增加你的什麼 緩衝的空間 衣服拿著,弄 馬上砸過去 甩過去 或者包包,你只要對著牠,弄 把這個空間換出來 而且讓狗知道你有預備,你有預防 狗就不會怎麼樣 狗就不會很容易的去靠近你的腳 這樣理解嗎